1,2,3 CUT 重新來過 CUT 又想要運動又想要年輕又想要操控 甚麼車會是你的第一選擇呢? 其實對於我的鍵盤盒 摸鍵盤多於摸車的人 對於我來說 寶馬三米絕對是第一選擇 我真的不知道說你甚麼 30萬吧? 是 如果你買一部以前的寶馬 我是認你的 但你看看這部G28 鬼攬這麼大的車場 你逐距都差不多去到三米 你跟我說運動 30萬預算了 你不買BRC還可以選甚麼? 後裝仔 低底盤 458的底盤 操控水平對峙發動機 跟波子一樣 這些入系JDM 細去的愛情 你再不開就沒有了 2.0 200匹 你呢? 我2.0 T184 38牛 你只有200牛 可以做甚麼? 那就鬥一下 來吧 來吧 你知不知道江湖上有一個說法? 嗯 就是入系車有公拿之別 所以可能我剛巧抽到是拿 所以沒有那麼快 但是 你要知道今天這個主題是甚麼 今天這個主題 你跟我說的是 30萬萬一部運動型車 而這部車我講真的 它就真的如同以前比 是很不運動的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甚麼車是運動的? 即是怎樣達到運動的標準? 你運動很簡單的 我認為跟動力是沒有關係的 MX5運動是一百多匹 一百匹 一百匹 但是 這部車的交流感觸 你要它去哪裡 它就去哪裡 你這部我現在覺得很明顯的 就是你跟它之間 即是你那層潤滑劑 中間是多一層 現在年輕人對於運動的感覺是變了 以前那些人說運動 可能就是硬斑斑的操控 但是現在那些其實是 我不需要懂得這麼多 但是車幫我完成了很多 我不需要駕駛技術有多強 但我駕駛這部車就是快 以後我會把麥克風交給你說 這部車有甚麼威風的地方 這部真的有些運動標準 即是怎樣它 這些就是運動的標誌 BRZ不會提醒你 因為它不會超過60 哈哈 在這部車上是否找到運動 都找到的 它的8AT是快的 可能它的馬力數據沒有這麼漂亮 但是它的速度依然足夠 它的側傾 它的那種所謂的變線的快感 它有的 但是你要給它多一點信心 你要再逼得行一點的時候 那你可能可以發現它的運動的感覺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它對我來說是比較平衡的存在 可能對我們日常的駕駛 滿足我們最基本的那種運動的感覺 它已經夠了 但是它不會像BRZ這樣 是真的會抖的 還有你坐下去了 那個樓盤會痛的 還有後面真的坐不到人 現在這個衣服最厲害的是 那支避震 它上面是粗的 下面是優的 上下兩個活塞 一個大一個小 它上面那一段 就是走普通路的時候 就有些雷震很好 下面那一段 它的避震壓縮的時候 那個阻力又變大 阻力變大之後 支撐性是夠的 所以這部車就是你平時開 你就覺得它好像軟腳蟹一樣 是舒服的 但是你平時要撞彎的時候 它又頂得順 如果頂到最盡的時候 它永遠都好像還有少少力 是呀 這個是我覺得 現在設定得好的地方 可能是 你在中後段 你會有信心 但是在前段 你可能 你看 你看看 現在進並球的東西 其實這一代 會比上一代舒服 太多 現在的寶馬 我覺得它們在玩的是 一種 看下去運動 但是開起來坐起來舒服 Benz就是看下去豪華 摩起身是流的 對 摩起身是流 但是寶馬 看起來運動 開起來 比Benz 對 反而你現在看奧迪 它又是三個之中 好像有運動 我覺得現在寶馬 最好的一件事 以前 我認為是 我們想要一輛操控好的車 所以我可能要選一輛寶馬 但現在這種邏輯是調轉了 這種邏輯是 我現在駕起了一輛三騎 我感覺到它操控這些好 令我愛上了駕駛 然後我會發現寶馬三騎帶給我 其實你看看這兩件事 它的出發點是不同的 出發點 但它們的目的 最後達到一致 說到尾 我對這部 我其實最滿意的地方 是它 最滿意的地方 就是提醒你 要減速 是 它剛剛又打算提醒我 我覺得是平衡的 雖然它真的 可能 每一頭它都差一點 但是呢 它是可能可以滿足我們 對於三十萬年輕人來說 它可以滿足所有的要求 那可能作為唯一的一輛車來說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可能是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 它拿著這塊錢 又或者是它想買車 它問父母拿這塊錢的時候 它的理由是充分的 但是它跟父母說 我要三十萬年 我要買部兩個門的 我要買部後面坐不到人的 我要買部自然級屁的 我還要買部可能是首波的 你看看父母打不打你 我還要買部國五的 對呀 國五的上不到牌的 怎麼辦 你說完了吧 我只能夠說 年輕人 你真的太不了解年輕人 這些就是年少老成的表現 要換車 告訴你們 什麼叫做年輕人應該有的車 你聽一下這些聲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剛剛那輛下來這輛是完全兩種感覺 那個聲音是不同的 但是你剛剛踩完你很high的話 你一看的話其實是70公里 70公里 其實現在100公里還有一點都不快 這就是簡簡單單的快 對呀 那些是害怕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些真的是日本車安全的地方 對呀 等你70公里的快感到140公里 放大兩倍 對呀 已經同人140公里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 為什麼我會推薦你們的年輕人 要買部BRZ的動力 兩個方面 第一個從機械結構來說 跑車的坐姿本身就低 所以它給你這種觀感上的快 和那些車是兩回事 第二個你是跑車的佈局 那你重心低 和你進彎的時候 你抗爭傾能力又強 還有你有前至後驅 前至後驅的快樂 當然你那輛都有 但我這種的直接感覺 是吧 不一樣的 你當你發現 你可以一直保持著你的轉速 不跌到五千轉的話 其實真的 你在市面上 很難找到一部 可以讓你這樣 原廠車笑容的車 對呀 而且它真的很跟著你自己的動作 你一執行之後 哇 它整個車身跟著動的 哈哈哈哈 這些快樂 哈哈 這些快樂 寶馬都有 但是寶馬害怕 怎麼說呢 你作為一個女生 在寶馬上哭 也不是在單車上笑 其實拿著這些車 是的而車角 它裏面的配置 你看這個80年代的螢幕 還要是綠色背燈 沒錯 但是你剛剛做一下動作 想死女兒了 再一個眼神看過去 什麼女兒不讓你搞定 這些快樂 我覺得寶馬給不到你 還有為什麼這麼多人會玩BRZ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世界上是沒有兩部一樣的BRZ 所以你買到一部車回來 它有很多的可能性 而一部寶馬 其實你可以去改裝 當然你也可以 我們都看到不少改裝是寶馬 但你有沒有發現 它們所有的目標 就是改成一部AM3 沒錯 只有一條路 沒錯 但是BRZ不是 BRZ你看到有玩 HIGH FAST 有玩性能的 有玩飄移的 有玩場地的 各種各樣的風格 純粹就是 它是有無限的可能的 就是看一下 你想要它變成什麼 還有看一下你能不能夠厚 是 BRZ的玩法是更加個性 這部車的運動是很 叫做很蠢 這種感覺是 你會看到我們兩個 一上車之後 大笑的 這一種是寶馬給不到我們 反而寶馬 你看到我們開車的時候 單手 非常之 很舒服 很享受世界的那種 但這部不會 這部是會令你精神緊張的 但其實我自己認為 這個是 今天我為了這個選題 如果你是說 30萬 我要玩一輛運動的車 我當然要它最純粹 最運動 哪部車給到我的感覺 和交流率最大 我選哪部 所以我會選哪部 但其實你從我個人觀點來說 我覺得 如果在日常的話 我是不願意駕駛D-Asset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這些車其實你駕到出去 你看我剛剛是一直保持著 5000轉來駕駛 我們會有一種很high的 很亢奮的那種表現 但其實你平時 它的低扭或者 它低轉速的時候 我車是不去的 嗯 那這個就是 我是不是每天出街 我都要很暴躁地 這樣 地爪水 加引水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心態上的變法 其實我是會過了那個階段 我想要的就是 它是舒舒服服這樣開 就算平時 我可以低速的時候 它都給到我很快的加速體驗 我覺得這樣才是我想要的 其實我們兩個的觀點是一樣的 對於我們來說 高潮是不可以太過於持續的 因為人是會累的 你不要這樣看著 你承認 你不可能一直在這 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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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回歸現實 一個很理性的一個選擇 譬如我們兩個都喜歡 這輛車如果是首波更好 但是大哥 我們現在在珠江新城的話 首波死人了 不是 你心裡想的 你是只有一輛車 如果你是只有一輛車的情況下 可能我覺得BRZ 不一定是你最好的選擇 當然從理性的層面來說 但如果你是有兩輛車的情況下 我這輛車我真的可以作為收藏 我大太陽不開 我下雨不開 我就留回來 傳宗接代 就高潮 我就留回來傳宗接代 還有平時愉悅一刻身心 鍛鍊一刻身體 我們這兩個點 也對 傳宗接代 加高潮 哇 鐵盒得真是 你不要 你的思想 不要一直按那邊靠 那我寂寞的 你就理解一下我 casing 一個短路 還挺下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